欢迎收看爱情魔导师艾姬的麻辣真心话 我是两性作家艾姬 艾姬麻辣问 男人老实说 今天艾姬呢又邀请到我的好朋友 是我特别来宾 艾德华 嘿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男人到底在想什么 关于婚姻这件事情 好那上一集的节目播出后呢 我想那个艾德华就是比较心情沉重 他很担心呢 把他塑造一个不是很好的形象 所以今天呢 我让他有一个为自己反击的机会 要平反一下 对平反一下 好我们今天来聊一下婚姻 因为艾德华也是一个已婚的 是的 那你觉得男人婚后啊 你感觉快乐的地方在哪里 其实婚后最快乐的地方 就是所有的日常 就是一起去超级市场啊 然后一起拉拔孩子长大啊 然后一起去参加孩子的毕业典礼啊 然后一起在学校挨老师的妈 就是这个家长没管好啊 那就是所有事情都是 可以跟老婆一起去做这个事情 是让我觉得婚后真正让我觉得 他有平时的幸福感 对对对 稳定平时的幸福感 对对因为我觉得 其实很多人男人在婚前婚后啊 他可能有一些跟女人在婚前婚后 对婚姻的想象是不太一样的 对我们在婚前呢 可能会觉得说 我今天就要跟这个男人永远在一起 是有一个很浪漫的一个冲动 才想要结婚 那可能结完婚以后 可能有些女人会觉得 好像会变得一个很累的感觉 可能家庭要照顾啊什么的 可能男人好像不一样 男人反而是在婚后 开始发现说身边有一个伴侣 好像也很不错 是就是婚前的话 都会就是会有那个恋爱的感觉啊 然后出去玩啊 然后吃大餐啊 送玫瑰花等等 那但是其实婚后时候就会 这一些其他的 我们讲的比较浮面的东西 他消失了之后 浪漫比较表面的东西 对 就好像比较少 所以有些女人可能会觉得失望 可是我觉得其实我们这样听听男人的想法 其实他在婚后的改变呢 并不是那个爱不见了 不是 对 而是藏在生活的缝隙里面 可以这么说 很多爱呢 是藏在生活的缝隙里面 可能藏在你对家里 小孩的爱啊 可能藏在你去下楼倒个垃圾啊 这种很日常的小事情 对不对 是 好 那再来呢 想要问一下 当然也不是只有快乐的一面 男人婚后痛苦的地方 在哪里 你觉得 其实 很多人会有 就大家会有不同的讲法 那对我来讲 比较是 所有事情都不能完全只是考虑到自己 所以例如说 去外面喝酒的时候 最晚11点半12点 那个电话就会来 那就是要 找很奇怪的借口 跟这些兄弟说 我必须要回家了 因为我肚子有点痛 就没有人会相信的理由 还不敢跟兄弟讲说 是我老婆抠我 因为觉得气管炎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情 是吧 所以还要讲一个奇怪的理由 我突然觉得有点不舒服 必须要回家了 然后突然要躲到厕所去 这样子 然后对 就是觉得还蛮丢脸的 OK 或者是说 像之前 婚前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很多自己的嗜好 自己的音乐的喜好 就是一整排的 那种很艰深的音乐 但是婚后 婚后那些音乐放出来 小爱啦 我都不爱觉得好难听 那就是那个部分就变成要自己说起来 开始听歌就对了 对对对 开始听悠悠谈的 开始听蔡依里的那个歌这样 对对对对 可是你会觉得这个部分有不自由吗 就是说 譬如说你可能没有办法再去花钱 满意婚前很喜欢培养的兴趣 比如说你买模型啊 还是买什么 你会觉得那个地方很不自由吗 那个部分就会觉得说 会觉得失去了那个 去买模型 然后回到家做个半夜 然后完全没有人管 可以自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或是打电筒打一个枕 打枕枉 这个很重要 婚后真的不要 各位男性朋友们劝你们 电筒就不要再打枕枉 OK 要顾虑的事情其实还是比较多 嗯 是啊 毕竟爱德华先生算是一个负责的男人 所以他婚后都会有顾虑到家人的一些看法 好那最后呢 如果你能够给天底下的女人一句忠顾的话 让她们可以抓住老公的心 你会说什么 如果一句话的话 那我会说 我们这么努力的帮这个家庭就是撑起来 就是希望能够让太太也能够开心 然后让家里的状况比较好 所以其实就是这么一句话就够了 对所以其实爱德华给我们一个很棒的一个结论 其实我觉得不管男人女人都一样 就是在爱情里面在婚姻里面 我们都不要把对方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 对我们就是还是要有一个感谢的心 然后适时的表达你的感谢 这个很重要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爱德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那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是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也欢迎订阅 爱情模导师 这是爱情的麻辣真心话 我们下次见啰